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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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十五分鐘能談的東西並不多 那所以最早大雄跟我講的時候 然後我在想 還不知道時間大概有多少 然後也不曉得再講得到有什麼人 那陸續續後來那個 那個國慶哥跟我聯繫的時候 我大概才知道一點點 那真實的狀況是今天到這邊 才知道所有的帶來的情形 那當然就像剛剛陳社長說講 我今天一進來的時候 第二次再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了大雄跟陳社長在聊天 突然看到一個好面熟的朋友這樣子 原來其實我跟陳社長 事實上認識的應該有超過25年 超過25年 那剛剛陳社長所提的 最後所提的確實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目前 也年紀長的跟年紀輕的 像你們在做這些朋友 那也許有很多的價值觀念 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我們這些老的人啊 慢慢也在熟悉 你知道 到我今天事實上一開始 然後從到目前為止 前面聽到你們所分享的 其實某種程度 我有一點點的感動 感動在哪裡 因為從我現在目前所經歷到的 幾乎經常在外面 到處不是在講課 就是在分享 在演講 其實機率很高 那這種機率很高 絕大部分就是 我站在上面講 底下在上面 底下聽的很多 像今天這樣子 能夠充分的聽到你們 做一些溝通 即便我在課堂上 我同樣在大學在教書 那我在課堂上聽到 學生在講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並不像今天所談的這麼多 因為畢竟可能場合不一樣 地點不一樣 因此學生站上來講的時候 想要按老師站上面 所以在講的時候 也不會說把整個心事 這麼敞開 談那麼多事情 我現在因為你們很多都還是學生 那可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那我今天在談 那主要所設定的 這一個 今天的這個創人物的分享裡面 分了很多主題 那我被分配到的是所謂的 是跟競賽有關 那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本身在媒體工作 在媒體工作 大概30年 但這30年裡面 很多時候跟很多各行各業 尤其後來跟所有的 跟藝文界 文化界的接觸是特別多 那尤其近五年來 我大概全力 幾乎都投入在非營地 NGO NPO這個部分在工作 那在這個工作裡面 當然我們在這經會的平台裡面 設了很多的一些競賽的平台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緣故 可能今天文化總會的瓊哥 就找我來這邊做一點分享 事實上我在辦這個競賽活動 不只是這樣 那我想我在聯合報的時候 就曾經辦過小桌新人獎 那個今年很可惜了 是平辦 那一個已經超過30年的歷史 是全世界 是華文世界裡面四大文學獎之一 那當然所有的變化 這個有的時候 讓人家覺得還有一點點難過 想到這樣的一個 這麼重要的獎項提掉 那剛才呢 陳社長也提到了一個 電子數位化的來臨 然後對於所謂的書籍的衝擊 那我在分享主題之前 我覺得可以跟各位再講吧 那尤其陳社長這邊 我跟陳社長說的報告 我經常在發講很多文章 那文章裡面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目前出版品 傳統的出版 並不需要太過於憂心 怎麼說 我現在在座每一個人都摸過實體的書 對不對 摸過實體的書 其實大家要認定一件事情 很重要是怎麼樣 書跟所謂的 現在目前我們所謂講的電子書 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是不同的等號 書是一件商品 是一件產品 活生生的 你可以摸得到 感受得到 你翻可以聞得到他書香 他的油墨的味道 就像剛剛那個高婉婷在講的 他去日新駐字行看那件事 我早期在報紙裡面就看到 我們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撿那個鉗子 排 每天報紙是那個鉗子 一個字撿起來的 去排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熱切的知道說 這個東西 然後當你年輕人看到日新駐字行的時候 你還有一點感動 覺得這個應該要保存 就好比我在講說實體的書 像我們看紙本的書 某種程度你可以摸到 感受得到 其實不要忘了人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物質上面的 一個需求的一個感受 所以只要有人在 這個東西只要他沒有中斷過的話 你只要曾經碰過他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不會消失的 那電子書呢 我剛剛講說 書實體書跟電子書 基本上是不能畫成等號的到底在哪裡 今天呢 我們講說所有的電子書 我們把書字也放進來 這個電子數位 雲端的東西 我們透過平板 平板手機 電腦在閱讀的過程裡面 它只不過是一個載具 它是一個載具 所以我們今天呢 充其量是在閱讀這件事情 就算是我今天是一本書 把所有的文字變成數位化 透過電腦的東西出來之後 你只是在做閱讀這件事 它跟書沒有關係 所以呢 這個電子書基本上 它永遠是沒有辦法 取代書的功能 那我曾經寫過兩三篇的文章 在談這件事情 然後也獲得很多的 那些回想事上是 所以我覺得只要有人類在 只要書沒有滅亡的話 它基本上兩件事情是會並行的 當我們講說實體書 未來它會怎麼走 它走的一個狀態呢 它原則上是不像說在過去呢 大量的一直砍伐 砍伐很多的數目 然後去印出來很多的書 慢慢我們大家會有需求 所有精緻的東西會保留 好比我今天喜歡看金庸小說 你非常喜歡金庸小說的話 你就想辦法去買一套 實體的東西放在家裡面 跟你放在電腦裡面 那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在座 你們那麼多人點頭 所以我就講啊 就算你們是年輕人 也相信我的所講的說法 所以說在這個前提底下的話 我們並不需要非常的 對於電子時代的來臨 會有很大的力觀 那還有呢 這個也不過近20年 所發生的事物 然後很多跟我們人類 本身 生理上面的一個反應的需求 我們可以看到說 電子產品出來的產物 對我們人體真正的一個損傷跟損害 好比說眼睛 黃斑腹的變變 從早期呢 比方說年紀很老了之後 長期閱讀底下的話 眼睛慢慢開始退化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越來越多的例子呢 從30歲以下 20歲以下 眼睛因為你長期看手機 看平板 看電腦 開始產生了一些病變 那這種病變呢 往往就像人的身體生病 它就是一種癌症 那個癌症是沒得的 所以現在台灣的失明的人 開始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個都是後天的 是因為這樣造成 美國很多的醫學 都已經開始 開始一直在呼籲 說這樣子的一個電子產品 長期用下來的話 實際上對人體是有害的 那至少現在目前 這個部分是美景的 那這個呢 當然還是必須經過一段時間 大家在使用之後 開始有覺醒之後 開始做一些改變 那正是 我們看 現在用了一半的時間 那當然這一半時間無所謂 好 我跟大家講 競賽的東西很容易 先把影片 這個 評例先讓大家看 我辦的是哪些東西 那很快大家 整體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可以了 剛前面看的是 就要喜歡跟音樂有關的 歌唱 補曲的比賽 這個是漢字動畫 那剛才大雄甲 我們跟文化總會呢 這邊有很多合作 但這些都都有 看是動畫 把文字怎麼樣 透過現代的年輕人的一種方式 語彙重做 那這一個是我們 現在目前正式的名字叫 中文語文禁塞 中文語文禁塞 這是教育不定的名字 那這一個呢 另外是跟 針對學校老師 所做的素材的征選的一個活動 大雄甲也辦了外國說國語活動 這一個都是競賽 然後我們同時跟 台灣音樂合唱中心 也辦了國際重唱節裡面 稱進那裡頭的 國際Acapella大賽 裡頭包含了暗光畢曲獎 跟暗光歌曲演唱獎 那另外呢 這個是在大學裡面的 詩盛 這個主要是 吳玉欣的自己 福人大學 我現在目前在教的 福人大學裡面 所辦的 在兩岸 海峽兩岸說 大家接接的一個活動在這兒 這個大概是簡單 我所講的 今天可以跟大家 所做的一個平台 我們做的競賽 一個平台的一個分享 那我想要這個競賽呢 最主要 可能對於你們今天 所來的這一些人 不見得真正對競賽是有興趣 就像我們今天大開電視 你幾乎都可以看到 很多歌唱比賽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成為一個明星 你很喜歡唱歌 那你要去參加比賽 你不要用什麼方法 我覺得出的比賽呢 但他有他的規則 不管任何一個比賽下來的話 那我們今天參與比賽的時候 當然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他這個競賽 辦法一下來之後 我今天有興趣去參與他的比賽 第一個要注意的什麼 他本身所規則是什麼 他的規則是什麼 比方說很多人呢 我在競賽的過程裡面 常常是發生一件事 就等於說 你今天參加這個比賽 得獎的時候 你拿了高額獎金回過頭來 我覺得說 今天我參與這個比賽之後呢 這個東西是我創作的 雖然版權是我 那還不錯 可能有人找我 我應該可以再去搜尋 其實通常大家去參加競賽的時候 請注意一點 競賽通常他一定有他的規則 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我今天去參加金馬獎 金鐘獎 金曲獎 那這個是從政府開始在辦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某種程度是一個鼓勵性質的 所以呢 你今天同樣一個作品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去參加比賽 比方我今天拍了一部電影出來 我在金馬獎可以參加 我可以去參加大陸的百花經濟獎 可以啊 我可以去參加歐洲的四大 可以啊 我可以去參加奧斯塔 可以啊 如果說人家你的夠水準夠分量 所以不會說你今天在港湖得金馬獎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參加 可是這個是屬於一種鼓勵性質 等於說整個產業界裡面在做的 那換句話說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 已經回過頭來 如果是以一個民間單位在辦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就真的要把它的規則看清楚 我剛剛講的 會發生這個問題怎麼樣 就如同說這個都能做的 那我覺得得獎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廣告呢 通往很多人 人家覺得你這個做得不錯 要找你 找你的情況之下呢 你覺得我今天應該可以再授權吧 但是很多遊戲規則講好了 他今天得獎過程跟你高額獎金 某種程度就等於說 相對於他用這個獎金 是把你的作品買斷 買斷是什麼 等於所有的衍生的權益呢 是由得獎的本 就等於說 但你這個競賽的主辦單位所留 但是你本身呢 還有擁有什麼 你是基本上擁有的 是你的著作權 著作權是什麼 他沒有 他不能把你說今天我朱玉昌得獎 得獎了以後呢 這個東西出去 散播出去 然後你所有的這個主辦單位呢 把我所創作的這作品全部拿走 所以衍生性的 可能衍生出來的東西呢 全給你拿走 可是那名字你不能說 今天本來是我朱玉昌 那改成你漢光的名字 舉例這樣子 這是不行的 因為我有我的創作 著作權 這個東西是我的 所以這個就是人格 著作人格權是沒有辦法拿的 所以到哪裡呢 就是去 那我今天除了說在這個比賽裡面 我拿到了高額獎金 這種高額獎金有的時候 比你說是真的授權比別人 還要高很多 就好比我講說一個音樂作曲好了 音樂作曲呢 現在基本的在台灣的一個行情 然後你今天呢 去做一首曲子下來 基本上大概可以拿一萬 一萬八千塊是基本算不錯的行情 還看你說是大多數是可以這樣 那這一萬八千塊 事實上就是我剛講的 買不完的錢 然後人家跟你付了一萬八千塊 給你那個曲子就是他的 跟你沒關係 但是他會講說作曲人是你 那事實上是他 可是絕大部分呢 可能是低於一萬八千塊 一萬八千塊算是不錯的基本的行情 真的 可是你今天透過一個競賽 他可能一個競賽下來給你十萬塊 所以你可能甚至於 你賣給唱片公司之後 你去抽感稅 抽很久你都抽不到十萬塊 所以他一次就賣斷給你 但是回過頭來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很重要的 你今天透過這樣的平台出去的 你不只是得到獎金 還有呢 你的所有的榮譽 那另外呢 透過這個榮譽出去 把你的知名度打出去呢 那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很多人喔 透過這樣的競賽出來之後 最後他可能在這個競賽裡面 他得到的是名 那那個名是在別的地方 把他該賺的東西賺回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點 所以我在跟各位在座的朋友們 做分享是在哪裡 大家要記得 我們在做競賽的時候很重要 你要朝什麼角度去看 不要去思考的東西 或者是說那個競賽的所有的規則 你都沒有仔細去看清楚 看清楚之後 你回過頭來再來買月或什麼之類 當然還有一種是有可能的 等於說你覺得呢 你要參賽的時候 最後你看他告我獎金10萬塊 你放棄掉 10萬塊我不要 那我還是要擁有我 所有的別人來找我躺 我還可以去 不過我想到這個 到目前我自己個人的經驗裡面 這個機率是很低的 我就講 因為你不具知名 沒有人願意付那麼高的錢給你 這樣很便宜 因為現在人才很多 台灣的人才真的很多 尤其現在全力在談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台灣的創意人才多到很多 台灣每年從大學出來的學生 有多少人 非常多 超過 尤其是在現在跟創意有關的 相關的科系畢業 一年超過5萬的人 但是實際上你看職場裡面 需要有5萬個這樣子職缺給設計的人 其實沒有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呢 就跟各位在座的朋友 簡單做一個分享 本來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想說是或許我自己 不要去談這些競賽的平台 我自己拿我自己去參與競賽的一種 條件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或許是更好 不過時間上關係呢 或許我等到那個下課 有機會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是比較好 我知道剛時間到 他又過了一個時間 多給我兩分鐘 那我們在座的朋友 你見面有沒有問題 或是有什麼 要互動做分享 可以針對針對針對 大家可以去看看 沒有想法的 好是 你可以問一下 對啊 就是你剛剛講到那個 我要電子的書 跟丟一丟一丟 一點點這樣分享 是 其實我以前一直在看電子書 那很喜歡看 同一部手機 應該存了一部 股下小說 就可以重看十幾遍 是 然後看到現在結果 電競確實有些問題 沒錯嘛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是真實的 剛剛講說 是我們用電子產品裡面 千萬不要在 日光很強的地方 還有一個在很暗的地方看 這兩個場域是最上眼睛的 然後因為太陽 白天太陽很強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把那個光 比方說你今天看手機 必須把光調到最亮 調到最亮 你不要看錯那個距離 有一點距離 其實那個傷害 因為當這麼大的一個光 自然的光下來的時候 他這個光還能夠去抵擋到 整個自然的光 可見他那個光速 是多強 跟對眼睛的傷害是多強 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大氣光 現在是紫外線對眼睛 對眼睛不大傷害 更何況透過這樣 你在智光底下照著 那個手機還能看得很清楚 那個最多反射 反而到你的眼睛裡面 傷害成功多高 那另外呢 在晚上比較很暗的地方 你拿來看那個光 看多了 到時候絕對出問題 現在是在醫院裡面 非常多的眼科 大概就是 就是在看這些刺激的時候 您好 其實我想 剛你有講到說 競賽這個部分 那我就有個想法 因為我 因為我是從大陸過來的 Rita 對 Rita 像我們 不管在大陸也好 或者台灣這邊也好 從綜藝的角度 或者從 你剛才我看到 有從古典文學的角度 都有出發的一些競賽 或者是一些真人秀類的 節目 或者是比賽 那我們看太多了 那像我自己本身 也是同事廣告跟創意行業 那我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從一個 主辦方的角度 去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怎麼樣的一個出發點 或者是創意的點 可以能夠引起 更多人的關注跟共鳴 因為這樣同類的東西太多 那我怎麼樣從 同類的仇物品跳過出來 而且可以給到我的 就是商戶的聯盟 就是來贊助的一些商戶 給到他們更多的一些 影響力的一些回報 這可能說比較關注 因為我看到你們 可能之前也有做過 很多成功的一些比賽 那我就想跟你討教一些 關於比賽類 或者是這些真人秀的一些方面 創意的一些靈感 來自於哪裡 然後他舉辦成功這樣一個活動 他的關鍵的一些 記憶法是在哪裡 是 你講你是來自大陸哪裡 哪個城市 我現在就職是在蘇州 然後也是在北京做 就類似這樣子 是OK 我覺得蠻好的 所有的活動在辦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競賽 競賽是一個平台 是你發覺更多的人 更多人才進去 那可是一般來說 比方說我們今天的職場 就像你的身分一樣 我今天是一個 在這個職場裡面 在場域在工作的人 那我怎麼樣去發覺 更好的東西 讓更多人來參與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 創意底下 很重要一點 差異化 什麼叫差異 等於你能夠找出 別人所沒有想到的東西 這是最重要 其實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不是時間關係 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 一個遊戲 馬上可以就知道說 差異化是怎麼出來的 那這個差異化呢 某種程度呢 是它有它的難度 那個難度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今天在想的 比方我們在座裡面 十多個人 十多個人呢 我們今天每個人 針對一個一件事 好比我們今天講說 創 創人物這件事情好了 開始去做延伸 我們每個人都去想 每個人去想 不要不管是 每個人去想十分鐘 二十分鐘 或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好了 把大家呢 所去腦子裡面 所想的 創人物相關的 所有的 想不到的東西 你從哪兒 最後大家來對應一下 其實我告訴你 百分之九十 你想得到 別人想得到 那個東西 慢慢就整個出來 可能剩下百分之十 甚至於不到百分之十的東西 可能是少數有幾個人 有想到 其他人可能都是相同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 所謂的那個差異化 你怎麼樣能夠做出來 所以我們講說 一個team 一個團隊 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團隊很重要 你不要看 在這兒 在那兒 他的心想 我看你 什麼樣子 我看你 是 不得了 你 我看你